在90年代的经典港片里 如果见分等级 那陈百祥说第二 应该没有人敢称第一 他是唯一一个能和周星驰标系不落下风 又是甚至立压一头的狠角色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喜剧天才 居然还不是多龙的第一人选 当年王金在筹牌录定计时 男主找来了红头饭变天的周星驰 女主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找来了自己的女友邱淑珍 片中海大富的人选 王金更是请来了星夜的黄金搭档吴猛达坐镇 本因为这个组合已经很无敌了 可临近开拍 王金却发现片中多龙一绝 时时找不到何事的人出演 无奈之下 王金本打算自己出演 这是老板香花强向王金推荐了一人 王金一看 这见兮兮兮让人又爱又恨的样子 不就是多龙的最初人选吗 于是立马给陈百祥发送邀约 在超能力的架势下 很快陈百祥来得了剧组 可听说要跟喜剧之王周星驰大戏 就算是陈百祥也不由得有点紧张 于是他请教王金 多龙该怎么演呢 王金看着他那紧张的样子 微微一笑 只说了三个字 你收敛点 有了王金的暗示 陈百祥在拍摄和周星驰结拜的戏份时 一句拍马屁的话 都口说了剧组所有人 伟大人竟然可以演到现在 这是建议不缺 非知对伟大人的景仰 正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最后尝尝甜头的陈百祥 在拍摄生情傲外的戏份时 那套丑得他妈都不认识的服装 就是陈百祥亲自设计的 扎乱零多了 还不知道 你是不是刚才喝的是毒酒 你这么种的乌女 酒过来就会真的喝吗 不得不说 除了陈百祥 应该没有人能够力压行业 宋哥 那我请教王金